哼 罢了 今天就卖你一个面子 但仅此一回 好了 跟我走吧 不 我不会跟你走的 我不会扔下家人 和宗门弟子 独自苟活 我说 你糊涂啊 快跟他走 就是 只要你活下来 我跟你爷 都没有遗憾了 不 如果剩我一个人活着 倒不如死了更好 那你要如何 除非 你救下所有人 我说 你住口 怎么能跟前辈 提这种要求呢 我确实很重于你 但你似乎有些 高估你自己的价值了 既然我不知道 那便请你离开 孟长老 可否放过前院宗 从今 你未免有些得寸矜持了 十颗解鹰丹 外加一次进入 我圣女风禁地 修炼的机会 十颗解鹰丹倒很好 但是我能进入 圣女风的境地修行 我至少能提升一个小禁忌 你的条件的确很诱人 但还不够 毕竟前院宗灭了 我神燕宗的弟子 如果没有交出凶手 回去恐怕不好交的 我给你的条件 已经是我的底下了 十长老 我们愿意将 害死贵宗弟子的凶手 交给你 并且前院宗 拿出一半修炼资源 作为赔偿 长青 你疯了 爹 你这是在恩将仇报 我也是 为了保住宗门 杀死贵宗长老的 就是他 我前院宗弟子 都可以作证 你们说是不是 这 虽然 确实是林警 虽然早就知道 你是个窝囊废 但我还真没想到 你能捂齿到这种地步 林警 你天赋强又如何 仗着不知 哪里学来的妖术 你迁今为止 你惹了多少 不该惹的人 若不是你 非要杀李无天 我弟弟怎么会入魔 三个宗门 岂会找上门来 我齐元宗 岂会落得如此地步 爹 你这是在颠倒是非 如果不是林警 我早就死了 求求你 只要你让林警安全离开 我就和你走 我无能为力 看来此你对那个 叫林警的少年 有着很深的感情 可若我受你疯的弟子 是绝不能 沾染上情爱的 这样也好 如果你不救林警 我绝不会赶你走 那可由不得你 你放开我 我不赶你走 条件依旧 李无双我带走了 你放心 带着我受你疯 无人能伤到他 爷爷 你不能答应 我不走 无双 还记得我们刚见面 一起逃命的那时候吗 那时候我说 我会送你回宗门 最后我做到了 现在 我也向你承诺 我会来找你的 可 还请前辈 保护好无双 这还用你说 我当然会保护好他 那么 先睡一觉吧